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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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去发现肺部节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觉得大家是不要紧张 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星期片来到医院就诊 因为很多病人我们发现就拿着一个报告过来 那么报告上我们是没办法看到具体的细节的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病人要来看病的话 一定要把之前的片子拿好 肺部节节的话也是分很多种 一个症状 体质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咳嗽 咳痰 另外一个的话 肺部节节随访也很重要 不是所有小节节在发现当时就需要临床处理的 定期的随访是一种很有效的临床措施 一般对于不明原因节节要进行定期随访 根据国际和国内肺部节节诊断标准 我们根据节节的不同的性质大小 分3到6个月 9到12个月 12到24个月随访 CT小苗的结果呢 它有助于早期发现疾病的各种问题 那么对于大于8毫米的单发膜玻璃节节 更要引起重视采取积极的观察措施 年龄也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如果小于35岁 恶性肿磨的机会比较小 大于55岁的话 它的恶性可能性比较大 为什么随访要按一定的时间呢 因为大多数肿磨的话 它有一个费增的时间 很多会在三个月之内长得很快 所以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定期的随访 不要急于采取不必要的检查和手术 因为我们知道手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它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后遗症